穿搭引發關注 回答執行的黃仁勳 在台一舉一動都刮起了一股AI的旋風 走到之處也被民眾簇擁著 現在也關注到說 他的身旁有一位疑似是保鏢的男子 而專業保鏢對此表示 其實跟在富豪們身邊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接受過各式專業訓練 在這之中又以具備國際觀 還有良好的協調能力更為重要 一線聲總是引起騷動力 可被人群簇擁包圍 他就是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這股黃仁勳旋風也讓不少外媒 注意到他身邊只有一名疑似 是保鏢的男子護駕 也讓人對這名億萬富翁的人身安全 感到擔憂 身為富豪們的保鏢要陪著他們前往各國 因此不只要有國際觀還要具備強大的武力 包括接受國家反恐訓練 人身安全保護訓練以及軍事訓練 防止各種突發狀況 也可以隨時保護雇主 把雇主的安全擺在第一位 只出一招兩招就要趕快把老闆帶走 我們不可以在現場停留太久 我們必須要把老闆安全的撤離為最高最高的原則 根據瞭解回答公司去年對黃仁勳的安全支出花費超過兩千萬 而這些費用包括黃仁勳的住家維安監控 人身安全維護以及租賃的安全專車費用等等 回答公司也表示要求授權人員出現在黃仁勳的住所 黃仁勳上下班和參加商務會議時 需要乘坐由安保司機駕駛回答租用的汽車椅 確保安全 其實他的人數的多廣 如果他人數少的話 如果兩千萬其實用在比下少的人數上面的話 我想這個標準應該是蠻高的 黃仁勳刮洗一股AI旋風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而他的人身安全也成為一大焦點 記者王文君陳佳明台北採訪報導